每一個資安事件背後 他有不一樣的原因 那連簽譯這個事情背後原因 我想我們就 我們就不仔細探究 但是當我看到今天警方的行動的時候 我突然就想到 因為今天是20號 這件事情第一天是在17號 17 18 19 連續三天 你高雄市警方如果在第一天 就這種大動作的時候 還會不會有第二天跟第三天 你知道他附近那家寵物店是 連兩個晚上被騷擾 第一個晚上去 因為那個寵物店那個外面玻璃 是強化玻璃 第一個晚上去是拿了棒球棒 要去砸那個玻璃 就發現砸不破 第二天不甘心 知道警方在那邊附近巡邏 他還報假案 說別的地方有有什麼行 有這個鬥毆 把警方吊虎離上去 調走之後 小弟去那邊開了五槍 還一槍打到很倒楣 停在旁邊的轎車 這種資安事件 特別是這種街頭鬥毆的 他對於高雄市民 所在地的市民的心情的影響最大 我記得蘇貞昌剛上任沒多久 有一陣子那時候 在台灣各個地方 好幾地方 連續發生好幾起 在夜店外面有鬥毆的 當時蘇貞昌講了一句話 說你不讓我們安居 我就不會讓你樂業 而且還說 哪一個分局的管區 發生這種事情 你不處理的話 我分局長調走 今天當高雄發生 這樣事情的時候 我們大家將心比心 每個人都有家庭 如果你的小孩子晚上補習 八九點或是十點下課 要經過那個路段 你做家長的人會不會擔心 當然會擔心 這個時候市長要扮演什麼角色 別忘了我們的法律民定 地方首長是地方最高的 治安首長 不是警察局長 是縣市首長 是地方最高治安首長 這個時候身為最高 地方首長的時候 你不應該在記者問你的時候 而且那已經發生第二天了 記者問你的時候 你竟然不回答 你走你的 然後記者在後面 市長請問一下 你這個時候市長該幹什麼 市長這時候 你要出來安定民心 你應該轉過頭來 很鄭重的跟記者講 透過攝影機的鏡頭 告訴全高雄市民說 我們絕對會向暴力宣戰 絕對不容許這種事情再發生 今天晚上再發生分局長吊職 結果他把一個派出所所長給吊職 你吊所長幹什麼 所長底下才幾個兵可以用 你把所長吊職是沒有用的 因為他那個已經跨了 好幾個所的管區了 你把所長吊職幹什麼 好 那這個事情發生了 我覺得韓國瑜 在當時記者問他的時候 我個人研判 他根本不知道 這個事情的詳情是什麼 因為一個負責任的縣市首長 他每天早上要看的 一定至少有三個數字 哪三個數字呢 前一天我的轄區裡面 火災的死亡人數 前一天我的轄區裡面的 交通事故的死傷人數 前一天我的轄區裡面的 治安事件到底發生幾件 這個是每一個首長都要關心的 因為這三件事情 是關係到每一位市民 因為每個人的生活 都會受到影響 那我是不曉得韓國瑜 有沒有在關心這些事情 可是你不應該等到事情 發生三天了 你才今天市政府才會有反應 這件事情在高雄市的警方 或是高雄市政府處理 的確處理得不好 好 那現在中央要去 韓國瑜他很聰明 他把治安事件 因為中央派了人去 他很巧妙的把它操作成 一個政治事件 你又來卡寒了 我請問大家 高雄市民是不是中華民國國民 是嗎 治安地方有地方警察局 然後中央有警政署 有刑事警察局 那他們是不是也要幫忙 我舉個例子 當時胡志強當台中市長的時候 台中發生一個黑道角頭 叫翁崎南 在他的招待所 被人家刑刑式的槍決 後來當時中央執政 中央執政當時不是民進黨 是國民黨 是馬英九 馬英九也派了偉安特勤小組下去 而且還公開閱兵 向黑道宣戰 當時胡志強怎麼沒有講說 你看你馬英九也要卡我老胡了 這個時候中央派資源去 是很正常的事情 更何況今年的高雄 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因為我們的總統候選人在高雄 將來他的競選總部 可能會在高雄 你如果高雄治安不好 接下來對於總統選舉的影響 那個影響可能會更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韓國瑜你不要再去做那些 政治上的操作 中央 我跟你講 中央不管派不派人去 他都會講中央卡函 你不派的時候 他說你看你中央都不管我 高雄警力不夠 你為什麼不派人來 你派去之後 他說你看你又來卡函了 所以我覺得中央政府 就是說派刑事局長去 派內政部的次長去 今天徐國勇也許在立法院備詢 如果時間許可他也會下去 這個做法 沒有什麼好做政治解讀的 今天如果中央不去的話 你已經連續三天了 顯然高雄市的警方處理在 不管是在能力上或在技術上 顯然出了一些狀況 那中央去 該進該幫的忙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的